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由教令院举办的盛会 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具体来说可以细分成学院游乐会和学院争霸赛两部分 学院游乐会每年都会举办 庆典期间六个学派会在城中摆好摊位 招待游客 宣传自家学派有趣的地方 借此提高影响力 而四年一度的学院争霸赛 则是让六个学派各自选出一名代表 来角逐最后的冠军宝座 今年 学院游乐会与学院争霸赛将会一同举办 所以城中的气氛也是空前热闹 原来是这样 谢谢你了 感觉你介绍得很详细呢 不必客气 解答有关学院庆典的问题是我的职责 何况 我其实有求于两位 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吗 是这样的 对我们来说 今年的学院庆典至关重要 小吉祥草王大人与闲者们拟定了一项计划 明年教令院会从沙漠中招募一些有天赋的人成为学者 因此 这一次的学院庆典我们邀请了许多生活在沙漠的民众来参加 希望他们能提前感受教令院的氛围 听说两位的名声在雨林和沙漠都很响亮 如果你们能参加学院庆典 特别是学院争霸赛的话 一定可以让更多人了解这场盛会 对呀 难道说要我们加入某个学派 但是当了学者 就要面对考试和论文了 请放心 学院争霸赛的参赛者已经确定了 我是想请两位做我们的特邀评论员 观察并记录每一场比赛 两位不必有什么压力 跟随着比赛 享受这一次的学院庆典就好 另外 我们也会准备一些酬劳 不会让你们白跑一趟 这样听上去还可以 你觉得呢 有的 除了你们外 我们还找了两位评论员 他们和你们的分工不太一样 等到了学院庆典现场 会有主持人跟你们细说 怎么样 要不要考虑接下这份委托 又能去学院庆典玩 还有酬劳可以拿 听起来很不错呢 学院庆典的主会场在聚沙厅附近的郊外 主持人名叫卡丽娜 你们把情况告诉她 她会帮你们安排妥当 时间不早 学院争霸赛也快要开始了 祝两位特邀评论员一路顺风 有什么疑惑可以随时过来找我 好 我们出发 各位 欢迎来到学院庆典现场 接下来有我为大家揭晓本届学院争霸赛的奖品 丰厚奖金 项目资源 限定版七圣召唤卡牌 以及佩戴财食之官的权利 不用我说 大家也能猜到 这是荣誉的象征 她应该就是维卡斯说的卡丽娜了吧 看来她现在很忙 我们等会儿再找她吧 财食之官 真是完美的艺术品 每次见到她 都会不自觉地沉醉在她的美丽中 有资格佩戴她的人 想必也是难得的天才吧 相信很多人已经见过财食之官 或者听过有关她的传说了 二十年前 一位叫萨琪音的学者花重金将她买下 并捐献给了教令院 如今学院争霸赛提供的丰厚奖金 也正是来源于她的赞助 比赛开始前 请允许我向这位不在现场的学者致以感谢 一切正在变造 一切都会变造 一切只人性带来纷争 纷争倒向毁灭 罪恶的种子 从一开始就已经 喂 别发呆了 刚刚叫你就没有反应 是没有休息好吗 不会又偷偷熬夜了吧 好的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 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比赛开始了 现在 让我们有请六名学院代表上台 它们分别是 生论派代表 提纳里 宿论派代表 赛诺 明论派代表 赛诺派代表 赛诺派代表 法陆山 大陆山 最近 AD-神呆 sık论派代表 虽然是老阵 都还带来 像这种过躁无用的介绍还是趁早结束 啊 等 等一下 英论派的代表怎么回事 来了 最后一位参赛选手 英论派代表 阿茂 原来这个人叫阿茂 我见过他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听说他是外国学者 挂名在英论派 写过不少时政分析的论文 英论派的学者大多不喜欢他的说话方式 不过这人平时神出鬼没 和其他人也没什么来往 后去争议性不谈 他提出的许多观点也算鞭辟入理 英论派这几年人才凋敝 有名的几个又不在教灵院 估计也是选无可选 总觉得有点奇怪 他不像是会来参加这种比赛的人吧 六位参赛者已经登台亮相 比赛很快就会开始 本届学院争霸赛的冠军究竟花落谁家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这么一看 学院争霸赛有很多我们认识的人呐 对了 我们现在是特邀评论员吧 搞清楚每个人参赛的原因应该也是我们的工作 等会打招呼的时候 我们顺便问问他们吧 特别是那家伙 总觉得他出现在这里有些奇怪 又见面了 两位 我们也来学院庆典玩了 而且我们现在还是特邀评论员呢 是吗 我听说会有特邀评论员用留影机记录比赛过程 没想到是你们 既然我现在还在休假 那有句话一定要说 你们不觉得很有意思吗 真是个巧合 就像桥的下面总有盒 说起来 提纳里是升论派的学院代表 赛洛是速论派的学院代表 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们应该都毕业了呀 毕业了也可以参加比赛吗 果然你们也是这个反应 我得知自己被选为学院代表时 其实比你们还要惊讶 后来我才知道 凡是在教练院待过的学者都有参赛资格 是否毕业并不影响 还有这种规则 还是有一些限制的 比如闲者不能参赛 每人最多参加一届比赛等等 没错 另外 挑选学院代表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自己报名 另一种是被学院半数以上的学者联名推荐 我猜提那里应该是后一种 我听说有不少学者 自发为提那里前辈拉票 有时候真想用力敲打一下那些后背的脑壳 让他们把心思多用在学习上 也可以拒绝 不过我仔细考虑了一下 这对我来说也是个机会 下个月在华城郭会有一场生态科普奖座 如果我参加学院争霸赛 就可以借用比赛的人气 提前做一些宣传 至于夺不夺冠 我倒并不是很在意 不像我旁边这位 抓紧最后一点假期 我听说奖品有限定版七声召唤卡牌 就主动报名了 这次的卡牌很珍贵 错过了会很可惜 难道说是仅此一张的超级强力卡牌 不 是一张很常见的卡 但卡面上有一层闪烁的银色碎粒 有什么用吗 非常帅气 我的意思是除了帅气之外呢 这个理由已经足够 我会全力以赴哪家冠军 将他加入我的牌组 像我这样不怎么打牌的人很难理解 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参赛理由 倒也不足为奇 也对 走 我们再去问问其他人的理由吧 卡维 发露珊 来一啦 哦 是你们啊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现在可是特邀评论员哦 负责记录整个比赛过程 哦 那就拜托你们拍下我夺冠的瞬间了 记得镜头从下往上打 多拍点背影特写 这样更有前辈的感觉 话不要说得太满 要夺冠的明明是我才对 想和我逗 你们还太年轻了 不管是岔和伐罗的小鬼头 还是离多饭地的小崽子 刚刚我就想问 发露珊前辈认识我吗 嗯 你不记得了吗 有时候晚上在图书馆见到你 你还会主动向我打招呼呢 什么 我完全没有印象 真是一件奇事 不过现在不是探究的时候 我是知论派民宿发露珊 你是明轮派的莱伊拉吧 是 是的 啊 那我们就算正式认识了 你看 多简单的事啊 我很喜欢你这样尊重前辈的好孩子 要不要来我的研究小组 发露珊前辈 这已经属于跨学派挖人了吧 还是不要强求比较好 我知道 不过最近招不到人呢 研究经费就那么一点 等我夺冠后 情况肯定就不一样了 难道说发露珊是为了增加研究经费 才来参加比赛的 但也不止是这样 怎么 你们对我参赛的理由很好奇 哦 说起来你们是特邀评论员 会问这些倒也正常 最近有很多刚入学的新人 他们也会关注这次比赛 如果我能拿下冠军 将来肯定有数不清的学者慕名而来 再加上夺冠还能获得学院内的项目资源 研究经费也不再是问题了 不好意思了两位后辈 这次的冠军 我势在必得 我也会努力拿下冠军 至少不能输得太难看 莱伊拉是为什么来参赛的呢 不知道为什么 有很多人推荐了我 我明明没有报名 睡起来却发现 名字已经出现在公告板上了 那就和提娜里差不多嘛 提娜里前辈也是这样吗 我 很紧张 总担心会辜负大家的期待 已经好几个晚上没有睡好了 别紧张后辈 失败是每个人成长的必修课 可是前辈 可是我不想失败呀 糟了 大家的参赛理由都这么正面的吗 一定要说吗 一定要说我们会记录下来的 就是你们懂的吧 我想购置一套房产 我知道了 你是想从艾尔海森那班出 艾尔海森 什么艾尔海森 这里有他什么事 对呀 真奇怪 康康不小心说错了 就是说 你看上了争霸赛的奖金 想用他买一套房子 对吧 没错 另外在我小的时候 老爹曾经参加过学院争霸赛 不过没能夺冠 等我拿下冠军 就有资格带上那顶冠冕了吧 说不定 还能替老爹完成一个梦想 这个理由不错呢 挺有志气 虽然有我在 后辈夺冠的机会不大 但假如你真的能带上财石之关 我觉得你父亲应该会很高兴 可能没什么高兴的机会了吧 老爹他很多年前就去世了 听说是去沙漠旅行 运气不好 碰上了流沙 没想到后辈还经历过这种事 真不容易 都过去了 人还是要活在当下不是吗 换个话题吧 要是气氛因为我变得沉重 就糟糕了 好吧 刚刚你说想用比赛奖金 买一套房子 是打算自己住吗 你现在住哪呢 这个 怎么感觉有点奇怪 刚刚我还听到艾尔海森 他不是我们支轮派的人吗 你们是不是藏着什么秘密没告诉我 怎么可能 你多心了 哈哈哈哈 不 不管派盟的事 我们先去采访别的参赛者了 你觉得自己能看穿吗 你 叫我阿茂吧 这是我在英论派挂的名字 阿茂听上去只是绰号 不是名字吧 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 我不能用吗 好吧 阿茂选手 你为什么会来参加学院争霸赛 我们现在是特丫评论员啊 希望你好好回答我们的问题 你们就算是风济观也没用 我不回答的话 你们能怎么办 你这家伙 不妨告诉你 我答应过别人 不会把此行的目的透露出去 你 你该不会秘密计划着什么吧 难说呢 你们猜猜 我打算干什么 你你你 气死我了 不说算了 那我们不问你参赛的原因 换个问题 你为什么会加入英论派 你们还真是喜欢刨根问底呀 不回答 是不是就要一直听你们过躁下去 我听说英论派有个叫亚卡巴的学者 在研究踏背沙时间 就写了几篇文章驳斥他的观点 后来闲着无聊 就顺便点评了几句盗气的社会问题 没想到被英论派的人当成了同学 还有人邀请我去参加什么讲座 从头到尾 不过是愚昧之人的一厢情愿而已 这种误会几句话就能解释清楚 但小吉祥草王得知这件事之后 竟然自作主张给我办理了英论派的学习 用的还是阿茂这个名字 话就聊到这儿吧 比起我 你们不如费心关注一下别人 有人很快就要倒霉了 猜猜是谁 你这家伙 一点都不让人放心 我们可不能放松警惕 一定要好好盯着他 卡丽娜现在好像闲笑来了 我们去找他吧 就让前辈来告诉你们 比赛的残酷吧 人都看见我 我有什么资格代表明问派呢 拿到奖金 就能从艾尔海参加搬出来了 咱都看 感觉虚明城没什么太大变化 一定要拿到那张限定卡牌 我已经听说了 两位就是维卡斯新找来的特邀评论员吧 刚刚看你们聊得正开心 我就在附近等了一会儿 不知道两位现在方便吗 我们也正想去找你呢 那真是太好了 请允许我向你们详细介绍一下 特邀评论员的工作 首先有两样东西 请你们收好 第一个是教练院特制的流影机 希望两位用它记录比赛过程 第二个是比赛专用的提示器 它会帮你们标注参赛者的位置 另外如果有参赛者完成比赛任务 提示器也会发出声响 听上去是很方便的道具呢 除了你们之外 还有两位评论员 不过他们平时会待在评论席附近 不会全程记录每一位参赛者的行动 说起来那两位你们应该也认识 分别是艾尔海森先生与尼露小姐 是他们呀 等一下我们也去打个招呼好了 那我就不多耽误两位的时间了 不知道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为什么这么问 是吗 我还真没有注意到 请问你是什么时候看到它的呢 奇怪 那时候我一直在舞台上 并没有看到有人走上来呀 是啊 我也没有看到 我想大概率是你看错了 不过 如果你有什么新的线索 也可以随时找我 旅行者 派蒙 好久不见了 迪西亚 坎迪斯 你们要来学院庆典了 看来是两位的朋友到了 那我就先告辞了 祝你们在学院庆典玩得开心 教练院给我们也发了邀请函 迪西亚就提出一起来看看 村子里的人也希望我出来走走 我很难拒绝他们的好意 既然来了就别想那么多了 就算学院庆典称不上什么节日 也是须迷城有名的盛会了 四面八方的商人都会过来摆摊 各种吃的用的穿的 上皮数都数不清 我早就想帮你挑两件衣服了 哪有人工作和生活穿同一套衣服的 我也很期待 光是像这样放空自己 四处闲逛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旅行者 派蒙 你们要不要一起来 我也很想跟你们一起玩 但我们还有工作要做呢 真可惜 等你们有空的时候 再来一起逛街吧 好呀 那我们先走一步 好的成衣与好的布料都是要抢的 去完了可就没了 哦 对 还要买几件配饰 不用着急 我觉得慢慢逛比较开心 再见了两位 闲下来的时候 可以随时来找我们玩哦 没想到迪西亚和坎蒂斯会来 真期待和他们一起逛街呀 不过比赛好像要开始了 我们先去艾尔海森那边看看吧 下面我将依照规定 宣布第一轮比赛的内容 请听好 在刚才的开幕式上 教练院的工作人员放飞了几龙蝴蝶 有相当多的蝴蝶飞到了须迷城内 那些蝴蝶里 有三只是经过特殊培育的迅捷飞蝶 它们的长相与一般蝴蝶不同 飞行速度也快了一点 本轮比赛的目标是找到迅捷飞蝶 并带回我这里 找到蝴蝶的人 按照带来的先后顺序 将会依次获得三点 两点 一点积分 以上集是第一轮比赛的全部内容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找其他工作人员解答 艾尔海森还是老样子 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 说起来 他又是为什么来当 偷邀评论员的呢 真让人好奇 在广阔的须弥城里 找三只不一样的蝴蝶 怎么想都不太可能 如果迅捷飞蝶的习性 与普通蝴蝶相近的话 我先走了 将须弥城从内到外完整地搜一遍 需要花不少时间 这就走了 赢家永远在胜利的路上 查核法罗的后背 我有一个计划 要不要考虑跟我合作 合作 看来面对这种困难的比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 接下来该我们上场了吧 总之先观察一下 看看他们的反应吧 等一下 你看 他好像和我们一样 也在观察其他参赛者 果然不能掉以轻心 还记得上次我们做的那些东西吗 哦 你的意思是 是他们出场的时候了 卡维和发露山好像在密谋着什么 我和发露山前辈在商讨怎么 等一下 这里人多眼杂 还是暂时保密为好 不过 你们应该很快就能看到了 走吧 必须赶在别人之前行动 好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去做准备 等会儿见 大概就是需要这些了 有什么困难吗 大部分药剂我都有带 剩下的应该也可以买到 昆蓝 你也来了 提那里 你想到什么好办法了吗 我猜生物的一些基础习性 并不会因变异发生太大差别 所以想利用这一点 将迅劫飞蝶又骗出来 当然 也说不定我的猜测是错误的 每一次变异 都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可能性 特别是人工诱导的变异 具体情况只能等实验后再说 我和柯莱先去采买实验 需要的各种药剂了 回头再见 再见了 来一拉看起来好像很苦劳 是啊 完全想不到该怎么办 迅捷飞蝶是什么颜色的呢 会有特别的花纹吗 和普通的蝴蝶有什么区别呢 我连这些最基础的问题都搞不懂 学过的知识拍不上什么用程 我记得你们研究星象的人 不是挺有本事的吗 用个占星术不就找到了 你是 阿茂先生 难道是因为在白天用不了占星术 看来这个本领也不怎么好用 不是的 即使是在白天 想用占星术的话也有办法 只要有星盘 那来一拉为什么不用呢 阿斯托洛吉斯 莫娜梅基斯图斯前辈曾说 用占星术过度谋取 不该属于自己的利益的人 最终会失去星空的赐福 这是我从学术报刊上看到的 我很喜欢看莫娜前辈写的文章 想多了 力量只是工具而已 看来你并没有戴上冠冕的决心 那就带着不成熟的想法自求多福吧 什么嘛 自顾自的说了一大堆 又自顾自的走了 抱歉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谢谢你们 我还是决定不用占星术 去城里碰碰运气吧 我其实还比较擅长观察 如果幸运的话 说不定能发现那种特别的蝴蝶 快去城里看热闹 赛诺大人好像找到迅捷飞碟了 真的假的 他人呢 蝴蝶飞往高处 赛诺大人正在赶过去 我们现在就出发 不愧是赛诺前辈 你们是不是也过去看看比较好 赛诺前辈抓到蝴蝶 这一幕应该很值得记录吧 等会儿我也会进城去找一找 到时候再见吧 好吧 那我们先去赛诺那边 之后再看看其他人在做什么吧 我还是第一次解说这种比赛 感觉有点紧张 妮卢为什么会当特邀评论员呢 听工作人员说 如果参赛者和解说员 都是教灵员的学者 那看比赛的人也会少很多 我对这些也不是很懂 不过能有机会和大家团聚在一起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没想到你们也受到了邀请 我们才没想到呢 你怎么会来当特邀评论员 原因很多 其中最直接的是受到贤者推荐 大概是看我辞去代理贤者的位置 觉得我比较闲 有精力胜任这份工作 他们会给出更合理的说法 例如我比较冷静 能够保证比赛的公正 好吧 感觉你也不容易 不过工作本身很简单 没花任何力气 你会给你的心 我可以开心 没有 你怎么会 你会让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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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更会 你会让你去 我会让我去 放了这么多 应该没问题了 相信我 准没错 赛诺 可算找到你了 等等 难道那就是迅捷飞碟 待在那别动 抓 抓到了 赛诺 你怎么了 这不是要找到蝴蝶 这是 总算爬上来了 赛诺 听说你抓到迅捷飞碟了 拜托让我看一下长什么样子 这不是我放出去的机械诱饵吗 我说你啊 不去抓迅捷飞碟 抓我放的诱饵干什么 等等后辈 换个角度想想 你做的假蝴蝶连赛诺都能骗过 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是啊 以前有一次做室内设计的时候 我觉得墙上的假花太单调 就想放置一些会动的机械蝴蝶做点缀 为了能做出小巧又灵活的机械蝴蝶 我特地向发露山前辈请教过 然后不久前 我和发露山前辈取出了所有的机械蝴蝶 放飞到了城内 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吗 连这个也要问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少见多怪啊 你们没玩过那个游戏吗 把纸片拴在竹竿上 带去花田挥呀挥 就能引来一大串蝴蝶 还真没玩过 你该不会是想 没错 须弥城里面的蝴蝶 会将我们的机械诱饵当作同类 跟在他们的身后 我们只要不停地放出和收回诱饵 就能将城内的蝴蝶一网打尽 之后再甄别其中的迅捷飞蝶就好 竟然还有这种办法 可不要小瞧前辈的智慧啊 在听到比赛内容的时候 我就已经想好取胜的方法了 当然 也多亏了后辈能做出这么 唯妙唯笑的机械蝴蝶 看来 插合法罗这些年 也不算一无是处 起码在教书育人上 还有点成绩 我只是做好我擅长的事而已 点子还是前辈想出来的 无必客气 等我们将城内的蝴蝶一网打尽 就平分这一轮比赛的积分 快看 已经有机械诱饵飞回来了 不对 诱饵后面怎么是空的 是我开始眼花了吗 就是什么也没有了 你们的方法好像失灵了 看来比赛还要继续下去了 我再去别处找找 奇怪 难道说 有什么东西引开了蝴蝶的注意力 走 后背 顺着诱饵飞回来的方向找一找 我们也跟上去看看 咱们把这种东西引开了 财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蝴蝶可以靠触角分辨出气味 而且嗅觉相当发达 可以感知到很远之外的花香 原来是这样 我以前也养过蝴蝶 我记得我曾经去野外采花 铺在盒子里 可是它没有吃 很正常 饲养蝴蝶虽然不算困难 但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比如气温是否适宜 空气是否充足 空间是否宽敞等等 另外 也要考虑挑选的食物是否合它的胃口 最重要的是不要出于好奇 时不时地打扰它休息 让它感受到压力 对不起 我当时经常用手指去戳它的翅膀 人类会为了观赏而饲养很多生物 但并非所有的生物 都是合被饲养 照看生命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 至少要提前学习一些相关知识 不能只靠一时冲动 感觉你懂得好多 我也有个问题 前不久我买到了一只圣金虫 但它一直没精打采的 能请您帮忙看看原因吗 我想养一只名餐鸟 不知道要注意什么呢 请问长冰虎能养吗 好了 看得出来大家有很多问题想问 不过 我正在参加学院争霸赛 没有时间一一解答 这样吧 下个月 在华城郭会有一场生物科普讲座 到时候我会讲一些有趣的生物知识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过来听 如果有什么想问的问题 也可以提前准备好 我会在讲座后逐个回答 好啊 我也要去 当然 希望大家问点正常的问题 比如长冰虎能不能养 主要取决于 你能不能打得过它 你那里真的在宣传科普讲座 感觉效果很不错呢 糟了 一不小心听了这么久 不愧是科来的师父 还真有几分老师的派头 前辈 我刚刚去附近转了转 这里的蝴蝶几乎全部被薰香引来了 不过我们可以把机械诱饵 放到更远的地方 避开这片区域 那我们开始行动 不能让所有的蝴蝶都被抢走了 感觉比赛逐渐激烈起来了 嗯 我们再去看看其他参赛者在做什么吧 味道逐渐淡下去了 风比想象中大 熏香不能维持太久 快点将迅捷飞帝帝带回来 我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就在这儿等吧 年纪大 走不动路了 你们怎么逛到这里来了 你居然坐在这里喝咖啡 你不去参加比赛吗 对这种娱乐性大于一切的环节 有什么参加的必要呢 什么时候动真格的打起来 我在上场呢 比想象中更花时间 来啦 你这边有什么进展吗 我已经找了很久了 暂时并没有看到迅捷飞蝶 反而在屋顶上抓到了几只 长得很像蝴蝶的机械机关 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看来到处都有发露伤和卡位 放出来的机关 我会再努力找一找 不过从刚刚开始 我注意到城里的蝴蝶少了很多 应该是其他参赛者都想到了办法吧 我也会用心去观察的 这个是 居然在这里碰到了 接下来抓到他就好了吧 请等一下 好快的速度 艾尔海森那家伙 还说什么飞行速度快了一点 明明快了好多 等等 我们也跟上去 提示器好像响了 看来已经有人找到迅捷飞蝶了 提示器又响了 又有人完成比赛了 也就是说莱伊拉现在跟着的 是最后一支迅捷飞蝶吗 我突然想到 得给你也买一个化妆盒 算了吧 感觉用不上 平时或许用不上 但是准备一个也没坏处 不是吗 好了 听我的准没错 你是谁 找我有什么事吗 请 请不要动 让我不准动 谁派你来的 迪西亚 放心 小麻烦而已 你干什么 你 你是在找这个吧 给你 拿好了 蝴蝶 刚刚停在我头上吗 你是 好久不见 莱伊拉 朋友 哦 难道是之前提过的那个 对呀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认识的 嗯 有段时间了 我第一次梦游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不知道怎么到了阿儒村 那时 受过坎蒂斯小姐照顾 是啊 她看起来不太好 我请她吃了些东西 哦 我还听她说了很多难懂的东西 占卜 夜空 晚星 听上去都很浪漫呢 对了 这个蝴蝶你不想要吗 我看你是追着她跑过来的 我留着也没什么用 如果你不需要的话 我就放飞了 还是收下吧 别客气 迅捷飞蝶明明速度那么快 坎蒂斯却很轻易地将她抓住了 在我眼里并没有多快 我还担心自己会弄伤她 好在最后没出什么意外 刚才抱歉了 看你突然冲过来 还以为是哪里派来的刺客呢 虽然应该没有熬夜熬出黑眼圈的刺客 哎 你是在参加比赛 再重要的比赛 也不能忘了休息啊 我会注意的 谢谢你们 那我们继续去逛街了 回头再见 我们也先和拉伊拉一起 把迅捷飞蝶带回去吧 好 好